欢迎各位看官收看第五人格深渊的呼唤精彩操作Top5 本期第五名来自CC直播唯一的调香师 此时空军已经身陷地下VIP 调香师在确认红蝶位置后选择绕路 躲开红蝶视线 避免被落地双刀直接带走 进入地下室救下空军后 持续走在空军身前扛刀 遇到红蝶后使用香水 让红蝶不敢轻易出刀 同时一直紧贴红蝶 最终扛刀成功 掩护队友逃出生天 第四名来自CC直播秋风的小丑 在发现空军之后 小丑先是逼迫走位 通过移动蓄力斩增长攻击距离 在板前击中空军 擦刀后开启无限冲刺 随后在这里通过空军走位 预判空军即将开枪 提转弯道墙后躲开子弹 360度转回头继续追击 并一直沿着障碍物外枪移动 避免撞墙 再还有五台电击的时候 就将空军击倒 建立了巨大的前期优势 第三名 是一字默契的团队配合 此时电击只剩一台 慈善家上座 空军虽然满血 但是没枪 空军利用红蝶 急于找人赌厄运震慑的心理 先藏在不远的地方 给红蝶压力的同时 也给开机的队友争取时间 在红蝶飞天之后 靠近慈善家 走位骗红蝶落地 最后连续走位 骗红蝶空刀 拖到队友赶到 在带枪的幸运儿赶到之后 扛刀救下慈善家 幸运儿等待红蝶擦刀再开枪 将拖延做到极致 第二名 来自燕三前锋的完美钦致 在队友调降师上座后 利用超远距离冲刺 撞运红蝶 将调降师救下 并不断干扰红蝶的追击路线 注意这里的超高难度转弯冲刺 再次将调降师救下 使红蝶不敢轻易挂人 此时还有三台电机 前锋不断利用叙时转身的技巧 使红蝶无法冲刺 并在翻停后卡住位置 使红蝶无法位移过墙 这里在即将被攻击时 使用短距离橄榄球加速 避开红蝶一刀 持续利用板驱拖延时间 硬生生将电机拖至一台 在最后一台即将开启时 故意扛一刀 红蝶擦刀时大门通电 调降师战棋 前锋完美开锐 逆转前棋烈士 带领队友走向胜命 本期第一名 来自头鱼教主小丑的精彩手势 调降师上座后 小丑先装上钻头和封翼 并在发现空军来救人后 直接火箭冲刺 接近180度的转弯 打倒空军 最后马上传回椅子 使空军不敢救人 前锋逼近走位后 马上回头夺子弹 空军慌急急急交出空枪 之后小丑虽然有一次冲刺失误 但已经无伤大雅 一刀打倒空军 空军救人不成又交枪 而且中了钻头 根本爬不起来 小丑通过一波精彩的博弈之后 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好了 本期的小组在精彩操作 就看到这里 大家可以相忙往ECC 或游戏内的救闻心意 持续关注我们神渊的 武幻圣典活动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